从这个地方我们一定要知道 释迦牟尼佛从多率天到印度 生在一个帝王之家 你想一想 享受荣华富贵 他老人家为什么放弃 选择修苦行 日中一时 三一一搏 树下一树 什么原因呢 就是因为要为了度众生 所以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今天为什么我们修行会有退步 进得很少 退得很多 什么原因呢 什么原因 你看 诸佛福萨从来没有放弃的 想尽办法来帮助一切众生 尽虚空便发觉 不舍一人 想尽办法来帮助 哪怕是这些众生 对他的伤害毁谤无辱 甚至要来伤害他的命 他的生命 他从来都不放弃的 是什么力量 我最近 我最近在想 我们为什么会退步 退步在哪里 什么原因 什么原因 我跟大家来做一个简单的报告分享 因为我们的慈悲心不过 那种爱的心 没有培养的加强 所以容易退步 所以诸佛福萨 为什么 是什么样的力量 让他们有这样的 就是因为他的本怀 他的本怀建立在哪里 以慈悲为本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有慈悲的人 他会跟人家发脾气吗 不会的 都是很温和的 有慈悲的人 你看那些佛菩萨 观世音菩萨 哪有说在发脾气 没有 你去读五量说经 哪一部经 释迦牟尼佛在发脾气 没有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容易退步 那种慈悲心没有发出来 所以触发心很重要 这个触发心从哪里建立的 发菩提心 发菩提心的用意在哪里 以慈悲为本 这个就是我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会容易退转 你的慈悲心 如果今天你的慈悲心非常强 那就不得了了 你看过去 四千年前 最出名的大家都知道 唐瑶帝君 雨顺大雨 不管有多困难 有多难 你看他们 这个三位的表扬 你看他们的德行 你看他们的修养 以天下为主 以天下为家 这个是什么心态 就是你的心态的慈悲 那种心态 像阿弥陀佛 为什么要建立西方极乐世界 为谁而建的 为十方一切众生而建的 而建这个西方极乐世界 而本怀的建立在哪里 慈悲心 那如果慈悲心 能够以慈悲心的对待 你还会跟人家计较吗 不可能的事啊 还跟人家尖尖执着 尖尖计较吗 不会的 他不会有这样的 所以 慈悲里面 你才能够把你的智慧开发出来 这个智慧要从哪里来得到的 依我的敬愿 一定要听经 多听经 听经烦恼少了 烦恼轻了 你的智慧就涨了 所以 福慧双修 慈悲跟智慧 它是一不是二 所以这个道理 我们要好好起思考